花莲是受到强震的影响 不只是公路中断 而且飞机的班次也比较没有那么密集 因此台铁也成了旅客的主要运输工具 清免廉价收假日 花莲车站陆陆续续有旅客提着大包小包行李要北返 人潮一波波进站 又花莲在地居民刚下车要回家 无奈地说这几天北上车票真的好难买 回来的时候是比较有空位 上去比较不好买 因为大家都想去台北 花莲的话人家可能不想来 因为地震太多了 原本是断话的跳下地震没办法 在地居民先几天行程被延误到廉价最后一天才回花莲来 这次地震也影响到陆路交通 葛工具说国武车流量北返车潮比往年还要少 清明假期要结束 国道已预估周日有13处异涌色的地的路段 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 国一北向西罗到浦岩系统 南屯到厚里 下午3点后苗栗到湖口也要塞 下午3点到晚上9点 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心 草屯到雾峰龙井到沙路要注意 4点后则是院里到厚龙大山到香山 关西到大溪会塞车 另外国武北向宜兰到平林 下午1点到4点是高峰 国四西向弹子系统到峰市 国六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 国四西向人五到左营端会塞到晚上67点 替行用路人开车北返前先留意路况 替北新闻花生生谢文翔 郭颖曹教人台北花莲采访不到 强震所造成的农业灾情 预估花莲农损超过4000万元 把时间交给记者刘婷婷 4月3号发生的瑞士规模7.2强震 对于全台的农损以及灾损的金额最新出武了 来看到农业部也发布了 截至4月6号早上11点截止为止 农业的产物以及民间设施的损失 金额是超过了6878万元 而其中最大的县市损失 当然是落在花莲了 这个金额是4280万元最多 而其中农业产物如果说农物的部分 最大宗的是木耳受损的面积 是达到0.3公顷 金额是落在超过1万元 而至于在畜牧业的部分 像最大宗的就是猪吃了 损失金额是5万元 而在民间设施的部分 由于在花莲县这里 他们是定制的渔网以及渔聚追主因 所以粗估现在损失也是超过了4000万 那来看到在公共设施 损失金额是来到了2598万元 在雨月设施则是要将近1400万元 其中主要是因为在道路 还有观景台的受损程度最多 另外在水土宝石设施 这个损失金额也是1200万元 主要的地点还是在花莲县的售风厢 以及风冰厢 当地的农路他们损失所导致的 国家太空中心也跟改浮卫5号排程 改拍摄东海岸要与灾前对比 再请教听听 来看到台湾制造的浮卫5号卫星 对于这一次判定地震后 所发生的损害 其实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劳的 来看到在4月3号7点58分 发生了强震之后 国家太空中心的研究员 就突然想到了 浮卫5号还要在3个小时 就会经由台湾的上空 来执行拍摄热故 所以他们也赶快紧急的调整 让卫星原本是要来侦测 我们的西部赶紧把它调整 飞我们的东部地区的上空 所以可以看到 在早上10点58分的时候 也开始拍摄了 东部地震后的影像 我们来看到 这两张照片是个对比图 在这个是之前 地震发生之前 就已经捕捉到的画面 而地震发生之后 可以看到这些白色的区块 也就是被专家判定 是为大面积崩塌的一些地方 这就包括了大浊水溪的上游 还有利物溪的下游 卡纳根溪的上游 以及山寨溪的上游 这些位置 其实都是坍塌的相当严重的 来看到崩塌的面积 甚至是达到了2060公顷 另外在4月5号的时候 他们也往西部 深入到了花莲山去拍摄 同样也是发现了大范围的崩塌 这些数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来看到台大的地质系退休教授 陈文山就说 这些资料能够来初步分析 大部分的崩塌是落在大理沿这个位置 而且其拨度的陡峭要让外界知道 其实接下来要注意这边的落实 这个不仅是对于搜救队员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对于接下来的土石榴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的请问题 而且要来关注的 来看到农业部的水保暑减灾监测组的组长 就说接下来他们要精准掌握重点灾区 而且如果是被判释出为残播的话 意思就是说如果接下来就像只下了一点点雨 很有可能还是会爆发土石榴 所以防范土石榴的工作要赶快做到位 避免造成下一次的灾害 这一次7.2强制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受损严重 目标半年内回复开源 山壁大片崩落扬起尘土花莲大地震 重创太鲁阁国家公园 公园管理处原本公告封闭到4月7号 不过因为修复骑程无法预估将持续封闭 目标在半年内恢复开源 而这也让当地的旅游业者好担心 生计该怎么办 提供给客人一个安全无余的旅游环境 是我们大家一起追求的目标 受到这次地震的影响 步道设施建筑 受损命迹相当的严重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会尽快会同工程专业的技师 相关人员进去看灾 太鲁阁金银酒店也在脸书宣布 4月30号前饭店将暂时休息 地震重创花莲观光 高雄餐饮大学的教授直言 建构一条安全的交通廊道 是重建观光客信心的重点 而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则说 支持国家公园安全无余再开园 也有专家建议像这样子的这门观光景点 未来应该要考虑增设避难所 甚至有一些可能稍微的 它没有什么弱势的地方 那这些就可以作为规划 作为万一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 这些地方就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安全的避难的这个场所 比照这个我们过去的登山的那些小木屋 大家能够善加利用休息 万一有烂的时候 那边可能还有一点食物水 除了避难所有其他专家建议 应该要借进国际的国家公园管理经验 强化风险监测跟预警 透过APP每天公告 干燥 失火 落实等指标跟几率 提醒旅客注意 只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得尽快将园区复原 还给当地居民跟业者正常生活 纪约新闻众报导 而这一次的地震 台北市也有不少的建筑物都受损 尤其北市有七成屋龄都超过30年 市长蒋冠安就说 台北市进入大都根时代 再把时间交给婷婷 强政对于台北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来看到在台北市南机场的整宅 第一时间也被列为了围楼 所以开出了红单 不过来看到台北市政府 也派出了技师团队视察 之后他们降为了黄单 目前是持续的列管 但是住户是可以返家的 而台北市长蒋冠安就表示了 可以看到地震说来就来是无预警发生的 而且在台北市的情况来讲 现在平均的屋龄将近40年的有非常多 而且超过30年的比例 甚至达到了72% 所以蒋冠安这里也喊出了 台北市进入了大都根时代 所以接下来要在重建房屋的部分 其实是要把这个重点是着重在防灾这一块的 所以台北市政府也喊出 接下来是要多培训防灾师 那如果是在没有这个社区公寓的地方呢 还是要调配社区的防灾思维 让台北人可以有更多的一些预警的思维 而居民现在也可以即刻返家 但是他们会不会住的新疆 据了解南机场整宅要长时间疏散安置住户 有难度加上结构安全评估后达黄单标准 三大技师工会综合评估考量之下 才从红单降位房单 只要这个我们这个房子有没有 马上有这个拆除之宜 那还是能够让这个房子也能够达到 还可以这种居住的一个目的 光施工就需要三天 这似乎也反映都根困难 北市府预计9号召开南机场都根说明会 整合意见 并且在公寓大厦培训防灾室 灾难发生时 在救援到达前进行灾情通报 初期避难疏散 灾后参与避难收容 灾民照顾并协助重建复原 培训几位防灾室 那如果非公益社区的 我们透过整体社区防灾的思维 来做弹性的调配 目前北市防灾室人数高达5800多人 台北市进入大都根时代 市府要把防灾思维导入居住生活体系内 想方设法要提高住户防灾都根意愿 TVBS新闻无愧的成人挺台北通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欢迎收看